我是才艺班的班主任 我的招生宣言是 必然不才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美男子 来了 来吧 每一个班都有他的特质 不能够给他们太多一个约束 大家都热起来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跟自己 进行排练 有事找我 好 好 开始 谢谢老师 来 你们自己过完了有事找我 尽可能的 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自我发挥空间 是要给他们空间 让他们施展他们的表演空间 在这么长的一段 二十多年的一个演艺生涯里面 其实我有很多心得 会通过在这次的教学过程中吧 把自己的很多的经验传输给我们的学生 好 我们现在先走 好 我们现在先走 今天的事情 就你只我只 所有人都不能告诉他们 好 可是皇上您的伤怎么能瞒得住这么大的伤口 不真心这句话 我们现在抛弃所有那些台词的束缚 先把人物找对了 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相信他 老师 这样死尽的引导我都没感觉呢 就进步很慢 我会觉得 每个人都会这样 都面临着挑战 塑造人物是一个 逐渐形成的自然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说 我今天就能够使用 要这么简单 我一天跟你说了你就会了 那天下全都是演员了呀 对不对 哪那么好当啊 不想那些其他 对 碰 对 控制好 不要真的立体 就是你把这个 小灯给转弄 好 来 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控制这个感觉好 对吧 就这种感觉 让他们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种表演状态 这就是我做一个班主任 能够带领他们往前走一步的方式和方法